接著是servant and service 又是管家回來的 其實大家如果記得是高章卡里羅 即是說是working的作者 working是挺好看的 這套在working的連載中間 繼續連載 一齊連載 但working是完結的 這套還未完結 working不是完結了嗎 沒有 這套還未完結 這套是迷糊西餐廳 香港就要譯什麼 香港就要譯什麼 無聊西餐廳 好像是 好像是 這套好像明星學生妹一樣 這套 這套 不要讓她說話 這套會說五分鐘 不要 你繼續說servant and service 這次不是以高中生為題材 主力來說是公務員生涯 公務員什麼 公務員 公務員的日上 保健福祉貨 在北海道某個市 即是健康院 類似社會福利署 人家拿福利 即是騙動員 那些 當然 當然 公務員的點點值得 其實他們 會說三位男女主角 他們初日職 第一位叫山神Lucy 他們回來是復仇的 較為大空 為何回來復仇呢 因為自小的名字 名字叫做很長的 因為他媽媽的父母 不知如何改名 選了幾十個名字 之後 他把那幾十個名字 放在後面 山西道斯康 後面幾十個中文字 結果政府是批他的名字 結果他的名字是幾十個中文字 但是正常的法例 不是會有自數限制的嗎 他說沒有 他說他照批 結果他就 最後他的工作 只是叫山神Lucy 的略 略 略 第二位叫長谷步方 是一個較為 很喜歡偷懶的男生 但其實非常聰明 這個就是公務員 但是他就很懂 各位今年畢業的同學 記住要留意 這個就是你們的目標 他就做公務員 原來他說他 世世代代都做公務員 所以 他就 整個頭都是白粉的 不是 他就說他公務員 整個頭 整家做公務員之後 他就很熟 公務員例 非常熟悉 他就很熟悉 他就很聰明 在故事上用 你又說他偷懶 對 很喜歡偷懶 第三個就是三好沙爺 二十多歲才第一份工作 也都很久沒有做過 大學畢業之後就變成浪人 即是沒有工作 現在才叫做找到這份公務員工 但 一找就找到公務員 這麼好的 另外還有一位 他們的Head是一公大致 三好那個線我不想說 因為三好的線 及後現在還未做 他想說他那個 為何會來做公務員 以及他的性格 不想說 因為要後面才有片 另外一公大致是他們的頭 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臨時工千祖衛 還有一位臨時工千祖衛 還有一位臨時工 這是大陸才有的 他也有臨時工 他也有臨時工 風旗外生做配 當然 那他和working的表現手法是否分別 我覺得 如果大家和working要比較 那氣氛相差很遠 當然你不要說一個高中生 可能活潑一點 公務員較為沉 又不是他不是沉重一點 但如果你以一個日常的比較 我覺得working 他妙想天開了 大家會接納他working的癲 他的癲癲癲癲 他是癲癲癲癲癲癲癲才是低 因為這套癲癲癲癲癲是一個工作場所 都是一個公務員 這套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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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爆點的情況就少了 他正在笑回來 但是他牽涉的人數算少 雖然說是很多社長 課長 同事 但是他們那些都很過場性 這個角色都不像working 裡面一個個角色都有他的很重的角色 而大家可以牽動互動 例如山田這些 在Working之中作出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山田跑去AGE了 那就是 即使在Working的山田哥哥 都佔了一個不少的位置 但這套 其實他想說那三個男女主角 及後一些 少許愛情的變化 想寫這件事 即是借務異科 是借務異科 日劇近期也有 借務異科是第二季 看來王家雙妹是甚麼 那不是 那不是GL 其實我覺得比較淡 我感覺上 不是做到像Working那麼瘋 如果我跟Working比較 就算看漫畫來說 我都覺得Working是比較耐心 也難說的 他也是兼著Working 一路做這個Servant and Service 那可能兩者來比較 可能又要Share都到力 那我都覺得 怎麼看都Working好些 那大家可能 社會人看這套東西 有些共鳴的 都會有特別做政府的 可以這樣說 那大家就 猜猜吧 下一套